大家好,我现在在印度加勒克达的民宿家里面 今天我在他们家做了一顿火锅 看一下鸡肉炖土豆 因为配料不够多,所以只能做成这样子 然后准备了很多土豆饼 因为他们吃不了 然后知道他们喜欢吃土豆,所以准备了很多 然后煎了一个香葱煎蛋 再一盘西红柿 还有香煎小黄鱼 然后老板吃饭 看老板吃饭,老板吃不习惯 老板依然用手抓 老板说我的菜做的很好吃 你好,China 这个是他妈妈 这下低调今天出去一天回来 其实很多人都想看印度人怎么吃火锅 看一下 其实他们不吃的 都已经把这个锅摆在我面前了 看到没有 估计只会我一个人吃吧 动了点私心 其实火锅是给我自己准备的 我放了很多辣椒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他们就是这么吃饭的 嗨 这个是他们为我准备的电磁炉 看到没有 他们就是这么吃饭的 嗨 这个是他们为我准备的电磁炉 看到没有 哦 Gabby的房客出来玩了 你看到没有 带锅 带锅 带这个锅 还带电磁炉 这个厉害了哦 讨厌时间 好 叫